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长官崔世安近日列席立法会全体大会 回应议员关于政府的市政提问 其中改善基层民生 土地 房屋等问题成为焦点 而都市更新更是焦点的集中体现 行政长官崔世安透露计划拨出土地 兴建一批占住房屋 让受都市更新影响的居民暂时居住 以便开展都市更新工作 并曹尼法案建议对微楼及旧楼充建项目 提供税务优惠 我觉得都市更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在未来希望能够在土地方面 能够撥出一定的土地给都市更新 这个我相信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目前很多土地都在诉讼之中 我们希望能够有土地撥出给都市更新 我们叫做暂住房 简单来说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令到都市更新能够真实质地进行 而都市更新目前的委员会 根据罗市长的报告 是研究这个形式 是怎样去处理都市更新的形式 有建议当然政府做 有建议通过行政法规组成一间政府存置拥有的公司 也有建议其他的方式 我相信很快就能够订到一个方式 但是在我来说我觉得法律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吸收了旧区重建的经验 这个法律是很重要 比如举几点例子 第一大家都很明白 现在我们要重建一个楼宇 要百分之百的同意 第二我们是在税务方面 怎样能够提供优惠 这个也是关系到法律 议员陈明津指个别政府部门行政效率偏低 跨部门发牌制度反复 崔珊表示目前正在通过优化 简化以及电子化的方式提升行政效率 但同时在行政程序上 要必须确保政策的执行安全有效 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为现时的部门架构 比以前养肿 公务人员因素增加了一倍多 正出多门跨部门协调所需的时间 程序更加学习 公共工程来自 一份七街头可能要徵求十几个单位的意见 来来回回收贵 五六年发不到职等等 由此衍生着负面的效果已经衍连 不少公共工程成为 没有二线 没有公旗 没有责任的三母工程 现时公共工程的投标价 又水上船高 比如轻软的车厂 初时以5.5亿盘出 解育赔偿之后 新一轮的镜头价 高达8.8亿至13.8亿 这些问题对特区政府的管制提出挑战 另外饮食 肉行 冬肉等牌照的申请 小则半年 多则一两年 其间的人工破捉令投资者 大失已心 可能没活跃就要执立 严重影响澳门的影响环境 行政程序反抗云门 拖慢澳门的发展 社会对此表示担忧 请问行政总管国家 如何破解公共行政程序慢的难题 究竟什么原因 到底是程序的问题 或者是人的问题 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在这方面 我们从优化 简化 和电子化方面 三个方面去做工作 亦希望能够减少了跨部门 跨师里面 所产生因为程序 而拖延了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就是在行政程序方面 是不能够忽略或者跳过 就是确保我们的政策执行的安全有效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议员黄贤辉关心爆发传染病时 各部门的协调以及应对机制 行政长官崔世安力挺 兴建传染病大楼 并直言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预防和应对传染病 应遵循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的 不后会原则 此外他更主动的建议 澳门应该兴建自己的火葬场 根据传媒的报道 建设发展办公室会同卫生局 近日展开山顶传染病大楼的 扩建地段围板工程 稍后会分阶段清拆 相关地段内旧有的建筑物 这意味着特区政府基于公共卫生的 社会利益果断是启动 山顶传染病大楼的扩建工程 以便特区能够尽快具备抵御 传染病发生传播的设施 不论如何当爆发传染病的时候 作为澳门地区的最高负责人 行政长官国下如何评估现时澳门的防控能力 以及如何协调各部门的应对 以履行第二邪撇2004号法律 传染病防治法赋予行政长官的职责呢 因为澳门目前来说我们有比较稳定的经济能力 如果发生传染病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有一个宗旨 就是我们不惜牺牲经济的利益 一定要摆我们将放我们的市民的生命和安全健康 在第一位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部署来去做 刚才你问到底我们的能力是怎样呢 我们经过16年来说 我们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也都是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的传染病日新月移 有机会变种变异 有机会是新的病毒 如果是过往已经发生过的传染病 我们有一套的方法去防治 大家都知道最好的就是有疫苗 如果打了疫苗防止 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比如新的变种变异 或者新的病毒发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设备 我们怎么做呢 大家都可以回想2003年 其实现在来说 我们大家不做新的设备 都是可以的 我们到时打仗 做一些临时设备 也都是试过的 但是在经济容许和土地资源 人财容许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做好最好的准备呢 做最坏的打算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则概念的问题 但是特区政府是会坚持 去保障我们港大市民的生命健康 作为我们的首位 所以我们是认为应该投资 我们认为应该 做好最好的准备去应对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澳门呢 是适当时候有一个火葬牆 我们不要说随着时代的进步 大家有不同的方式撞离 但是有一个火葬牆呢 比如你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呢 你是有利于呢 你搬离个尸体去其他地区 如果没有火葬牆 也都可能到时呢 是不容许你这样做 那么最原始的办法怎么做呢 就是将个尸体藏在更深的地下里面 很多以前的法律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 又会发挥很大的人力物力 因为那个深度是很深 才可以左延它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考虑 是建一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火葬牆 一个是随着现在的需要 一个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也都是需要的 而在大众体育方面 议员梁安琪 马志诚 分别关注残疾人体育和运动空间不足问题 行政长官崔山表示 是明年将进行新一轮的体育场地普查 规划在李岛兴建的运动员培训中心 已进入最后阶段 期望建成后 既为运动员服务 亦为公众服务 今年呢 当局 画一座残疾人士体育 和健全人士体育的奖励规范 但是政府要清楚的是 经济体育 大众体育 和残疾人士体育 三者的目标群体是不同的 所发挥的作用 亦都不同 现在 没有了面向残疾人士体育奖励的规章 就没有了残疾人士 专门的体育发展政策 因此 政府 应当要清晰三者的区分 要真正建立残疾人士体育发展的政策 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力公约中的第三条 亦规定了要帮助残疾人士 平等参与社会 实现自身价值 请问行政长官 现时 特区政府 有什么政策 帮助发展残疾人士体育 有否具体的训练计划 随着大众运动意识的提高 社区运动设施和场地 必须跟上居民的需求 政府有必要 因地制宜 合理做好资源空间的充分利用 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 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 进一步推动公共体育设施网络 求建方便群众 就近就变的社区健身券 请问行政长官閣下 政府将怎样做到 住屋空间和运动场地 两兼顾 在优化和拓展 公共体育设施网络 以及未来筹备 在尼岛兴建的 运动员培训 和集训中心方面 又有何进一步的构想 至于刚才国下所提及的 体育面积在人均里面的比较 根据我们国家 在201412月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 普查资料公布 资料显示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 是1.46平方米 而澳门在2012年 是调查中显示本澳的人均体育面积 是1.4平方米 相关的部门 已经是确认了 将会在明年2017年 再做一个更新的调查 来到掌握新的数据 特别在未来科学规划 能够有更多的体育运动空间 更好地满足居民 对体育场地的需求 运动训练中心 其实已经计划多年了 我听到最近已经是进入最后的阶段 在设计图绩完成之后 就会兴建很多年了 这个计划 我也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训练中心建成后 为精英的运动员提供 相对集中 具有良好配套的硬件设施 也释放更多的场地出来 给大众体育用去平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澳门现在发展体育 总会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有 现代化的培训中心 可能释放很多场地出来 可以给更多的学校 或者市民能够使用 而训练中心 亦都是配合 现在竞技体育的 一个很重要的设备 但是很可惜 我们这么多年还没有 这个将会是一个 第一个具有 现代化标准的 运动培训中心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实施政论节目 以缘讲坛 我是宋雪亭 早前香港迷你舱发生大火 导致两名消防员殉职 前线公务人员安全问题 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议员梁荣仔促请当局 关注消防员装备安全 危险津贴以及退休保障制度 行政长官崔施安重申 目前正在修订 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责 预计明年立法 会按照保安部队职业特点 考虑福利待遇 自从回归以来 当局对消防员相关的福利 甚少作出调整 这不但使全澳消防员的事件 受到打击 在一些严重火经发生时 对前线需要进入火墙 用生命去救火的消防员来说 是否有足够的保障 请问特区政府 有否需要考虑调整 消防员现时的职情制度 给予合乎其工作高危 职情的相对的薪酬 福利及危险津贴 以时澳门保安部队人员 要因工作受伤残废 或者甚至去殉职 政府才考虑情况 给予退休制度 因此可否考虑 为这些工危工种人员 重新实施退休制度 也让他们能够恶分配公务员宿舍 这样不单只可以增加 现职人员的士气 同时也可以吸引 多些自愿加入澳门保安部队人员的热成 保安工作需要承受风险 政府根据保安部队的职业特点 考虑到他们的福利待遇 刚才国下关心的 特别是消防部队方面 其实目前已经开展 包括了消防员在内的澳门保安部队 军事化人员通知的修订程序 根据黄司长的预计 明年可进入这个立法的程序 我想这个充分考虑了 每一个不同的 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里面的工种里面 每一个都会考虑 和这一次是一个整体的修订 我相信会和国下一样 关心到我们的保安部队人员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保安部队 目前总的人数 在整个公务员里面所占的比例 而大家也都关心得到 怎样能够考虑到保安人员的福利待遇 是根据他们的职业特色 这个我相信不用担心 至于详细现在我们的工作修订 可能主席容许我们可以交一个报告 因为是包括了整个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的通知 的修订 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我们的方向 现在的报告大家去参与 就会明白 但是消防员是包括了在内的 我们也都多次谈及到 是职业特点 怎样考虑到他人员的福利待遇 所以请你放心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修订的情况 议员关翠欣就批评本澳的外雇输入缺乏政策方向 外雇额长期向博企和大企倾斜 影响到了中小企的人力资源和本地雇员的薪酬待遇及竞争机会 行政长官崔氏恩回应时就表示数据显示本地人在博企的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 待第二轮大型的博企建设项目完成后将全面检视外雇比例 外雇审批输入的缺乏政策方向也没有客观的审批标准 不单影响了本地雇员的就业权益 薪酬待遇及进升机会 而外雇额长期向博企大企倾斜 也拦解中小企面对人质不足的困局 在审批拼用外地雇员申请之前 当局应该对澳门的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源状况的研放有所研究和分析 才能够在审批外劳的时候有所依据 最近这几季本地人的失业率也未升 人质需求放缓 但是政府仍然持续地审批及逐期外雇数量不减 现在不单止是基层工人 就算连文职或者技术型的职位都受到了影响 广大打工仔其实是很担心的 请问长官 你会不会承诺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的分析和研究 在外雇审批上有具体的措施 让本地人在就业选择 广向流动和向上流动方面能够有更多的空间 究竟有关禁止非居民与旅客身份入境 找工再以外雇身份留澳工作的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有方案出台呢? 我举一个博彩为例 直到今年5月底 6间博企管理人数一共是29,836人 而本地的雇员是有24,916人 占84% 与去年同期比较 6间博企新增的管理层有858人 当中本地的雇员是782人 高层增加了36人 中层增加了296人 基层增加了450人 而外地雇员是有76人 这个是显示了本地雇员在管理层占的比例 是相对过去提高了的 在今年7月份 也是刚才我讲的 劳资、政府三方面合作的 在职带身培训、博彩职业、 素养培训的课程 是持续地让这个博彩从业园 是增加他们的知识来提高的 在推动本地居民多元选择方面 我们是提供即时就业背套 及转介的一站式服务 加强企业和职业培训的合作 在去年也推出了 在职带身的设施维护技术培训计划 将职业培训和技能考证就业挂勾 到今年的6月底 是成功转介了89人入职 87人转职 转职者之中 43人是由莊河转到设施维护行业的 这个记得也和好几位议员接触过 将澳门人能够有机会 给他横向或向上流动的重要性 除了我们创造机会、创造培训 来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另外我们看到在第二轮的大型博企的建设项目 相对完成之后 我们将会对这个外雇的比例全面去检视 来到完善外雇的管理 在这里和大家报告一下 到2015年底 六间博企集团下的公司 和设有赌场酒店所聘用的本地及外地雇员 现在的总统计表是2015年底 本地的雇员是有77,914人 而外地的雇员不包括建筑人员 是31322人 比例是28.7%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到外雇和本地的比例 这个是截到2015年底 我相信在大型项目落成之后 我们具备条件看到比例来如何控制 而整个目标就是让澳门人优先选择 以及能够有培训 令他在横向和向上有一个好的机会 议员许韦坤质疑政府税收持续减少 缺华大价钱推广旅游文化 效益何在 对此崔石安就表示经过部门评估 武林群英会光影节等多项活动 均带来相应效果 而在明年的预算中将斥资3亿 重建大赛车博物馆 又希望澳门有机会 尽头成为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主办地 随着各项税收下调 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都明显减少 环顾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均存在不明朗的因素 可见经济的不稳定还有一段颇长的时间 特区政府最近宣称将计划推出新的文化旅游元素 好似武林群英会国际影展记颁奖典礼 动用3亿元将旅游活动中心大楼改建为大赛车主题博物馆 由推出澳门光影节以丰富澳门的旅游 体育文化城市等的内涵 为建造这些内涵 特区政府必然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行政长官各下 请问在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情况之下 花费这么多金钱 将会为澳门带来什么的经济效益 有期望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协同效应 刚才徐议员所提出了 未来的日子里面将举办一系列 关于旅游、体育、文化等等 这些活动 其实也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是希望将澳门打造作为一个城市的城市 当然有些是创意的计划 比如过去特区政府很少支持 去举办影展的 这些是创意的计划 我想在做了之后 可能评估要看下一个效益 但是相关的部门和合作的机构 评估过 我对吸引客人 对这个能够做到城市 是很有信心和希望 在刚才谈及的光影节 我根据相关部门的报告 大概是满意到 在七分以上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我亦听了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光影节是影响了这些光的污染 对人是有不好的 每一个城市 我想都有好的 也都有不好的评价 比如将会举行的武林群英会 我们觉得是会豐富本澳的旅游内涵 打造了这个体育的城市 也都加深了居民和来的客人 对武术运动的形式 提高这个国际的知名度 对这些运动员的水平 通过这些国际的城市 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至于刚才所担心的 我们的收入一路会有下跌影响 我们再三保证 对民生的工作 对基础的建设 我们是不会减的 我们也都在首五个月今年 仍然是录得了163.6亿的盈余 在博彩我们全年收益 预计的2000亿里面 仍然在合理的区间 我们是保持得到的 但是一定会量入为出 在这里也都和徐伟坤議員说 我们明年的施政方针 基本的调已经定了 我们的预算希望不会增加 人也都希望尽量不增加 贤政长官崔山回答议员黄佳珍的提问是表示 目前卫生局的护士编制制度 确实有影响到非编制内护士的专业发展 要求社会文化司司长跟进研究 此外他建议可参考目前政府与非牟尼机构合作 发展的医疗服务的模式 让私家医生以团体成员的方式与政府合作比较方便 公职的护士考取晋级及专科护士 受到卫生局人员编制所局限 非编制内护士难以与编制内护士 竞争编制内的专科护士职位 而拥有医疗专业、心理及工程等专业资格及经验的回流人士 因为不获本地的认可而无法一展所长服务社会 请问行政长官各下 上述的人才培养计划如何结合各行业的特点 令本澳的人才结构达至最理想的水平 未来如何完善各行业的认证和资格架构的制度 令人才培养计划可以有效地与本地人才需求有效地结合 鼓励青年人在澳门不同领域上发挥所长积极向上游 针对公职向上游动和回流人才的灾外 将会如何修订有关的制度 令专业的人士能够向上游动和鼓励人才的回流 王杰晶議員想问到的护士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问得很好的 就是编制和非编制护士之间 为什么不可以考专科护士 我想这个谭司长在之前接见过护士界 也承诺了我们会研究 这一个目前的制度 因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非编制现在是不考得专科护士 编制内考得专科护士 是这个问题 但是非编制的他都是专业护士 应该享有同等的资格 他都考得专科护士 是不是这个 那我们承诺你 彭司长是会正式去研究这个制度 因为是一个制度的改变 这个制度也都行使了好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提得是有道理的 如果大家都是护士 因为非编制和编制 阻止了他一个机会 是对他个人的生涯规划 是有一个影响 也都对他自己的专业提升 也都有一个影响 那在这里我承诺和谭司长 也都会跟进这个研究 是怎样能够去突破 目前的制度的制约 令到这一班非编制的护士 是不能够向前 那这个我们承诺会跟进去研究 好的 以上就是议员讲坛为您精选的 2016年度行政长官达问大会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重温议员讲坛过往的每集内容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有线官方网站 就可以点击观看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